1995年冬季的底特律 马歇尔·布鲁斯·马瑟斯三世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黑暗的冬夜并不寂寞 马歇尔尚可听见几条街区外零星的枪声 赶路过程中 尚来得及往道路旁边撇去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家破人亡的影君子们 倒闭在幽暗的角落 流浪汉的手上残留整片包血 而影君子们未完全僵硬的血管上还插着注射器 蛆虫和老鼠啃食着王者的尸体 马歇尔·布鲁斯·马瑟斯三世晃了神 它就好像蛆虫和老鼠 不过孽食的却是自己腐烂的肉身和灵魂 马歇尔·布鲁斯·马瑟斯三世 中文一名阿姆 又名埃米纳姆 1972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 六个月大时父母离婚 小时候四处漂泊四海为家 12岁定居底特律 底特律是汽车之城 钢铁之城 也是魔鬼之城 入夜 匹鲁斯帮和爵子帮血尽街道 破败的板房前 人来人往又沉于寂静 毒品在贫民窟装好发条 开走玛丽驶向全城 妓女们靠着涂满血 骷髅头像和镖羽的墙 抽着廉价烟 眼神轰动的盼望着客人 期待着虚无飘渺的未来 暴力 性语毒品 贫民窟挥之不去的阴影 他是贫民窟中最不常见的白人 从小因为肤色问题 没少受排斥和欺凌 他的生父不知所踪 母亲沉溺于大麻 如楼椅般狗活事上 成年后 一腔热血洒在当时 逐渐风靡美国的说唱上 悄有名气却依然穷困潦倒 图帕克声名狼藉先生 史努比狗狗撒播热血的时代 太阳在地平线东端升起 在西端落下 荷尔蒙和多巴胺无尽的燃烧 对于诽谤说唱的他们来说 生活是钞票 兄弟和愤怒是歌曲里的 回顾这个世界 你们一无所知 阿姆就是在这类说唱乐 熏陶下顽强成长 对于他来说 生活就是日与夜的有序交替 与无序变乱 是漫长而痛苦的轮回 在学校里 因为营养不良 长得比同龄人矮小 成年后的他身高也才173厘米 所以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和凌辱 面对暴力 年幼的他无法回击 又给他增加了一道新的创伤 这些幼年时期的心理阴影 对阿姆长大后的音乐创作 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可以说阿姆的说唱 从小就定了调 上中学后 阿姆接触到了说唱 那个时候 说唱还是黑人的天下 据美国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 90%左右的说唱乐曲 都含有性 暴力等不良内容 这些都很符合阿姆的胃口 那个时候 他喜欢两支爱惹是生非的乐队 他也喜欢与黑人交朋友 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 黑人把说唱带给了他 他也喜欢在自己的音乐中骂黑鬼 接受的教育水平很低 因此他口无遮拦 不便是非 他的言辞刻薄 经常怼一些正要人物 可以说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臭脾气和烂性格 全得益于年轻时的经历 被人称为痞子阿姆不无道理 抛开阿姆的音乐成就 他的种种作为和形式风格 完全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和社会的价值认知 他与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 曾经在他的说唱中诋毁他的母亲 甚至称他为必吃 民间的一些团体开始批评他 阿姆觉得这些家伙根本不可以对他平头论足 等待这些人的是阿姆的冷嘲热讽 广受诟病的不止家庭因素 对他一部分批评来自于感情经历 毕竟他的感情经历实在是曲折 都说吕布反复无常 阿姆在男女之情中也可以叫做吕布了 在1999年 他与科姆马瑟斯在密苏里州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婚礼 到了2002年离婚 后来他与科姆马瑟斯的婚姻反反复复 结了离离了再结 童年不幸感情经历复杂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掩盖阿姆的才华 他的第一部专辑是在1997年出版的 这张专辑制作粗糙 口碑不佳 阿姆能一炮走红 是因为他上了一个专栏采访 这次采访阿姆开始了他的巨星生涯 以前有很多人批评他 其实当一个人最被别人质疑和反感的时候 最有力的回击 便是取得他们做梦也无法得到的成绩 在他说唱生涯的前期 便赢得了年度菲斯特尔表演奖 紧接着他又在洛杉矶的年度说唱 奥林匹克大赛上获得亚军 可以说这是阿姆初出茅庐第一功 然而在1999年 他遇到了使他至少少奋斗十年的贵人 德瑞博士 这一年 阿姆出版的专辑 其中的一首单曲 在地下乐坛十分流行 紧接着 德瑞博士向阿姆投出了橄榄枝 把阿姆带去了他创办的唱片公司 并为他完善了他的专辑 阿姆拜德瑞博士为师 两人强强联手 一个属于他们的说唱帝国即将建立 前面说过 阿姆的童年是阴暗的 暴力与性格扭曲陪他长大 而德瑞博士独特的说唱风格和音乐节奏 正好与他的性格十分合鬼 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的音乐有极多的煽动反叛情绪 而阿姆能在说唱的圈子里 以及整个全美乐坛取得不俗的成绩 也完全得益于这些世人厌恶的丑恶的现实 他敢于讲真话 相信听过他的歌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 从小的少年不幸 是他很小就愤世忌俗 看透了人间的肮脏 他的说唱是写实的 他也抓住了说唱音乐的主旨 进入新世纪 他的个人成就又达到了一个顶峰 2000年 阿姆尽管面对着世人的口诛笔伐 和数不清的指控 可他还是拿到了三座格莱美大奖 他也重新组成了第12乐队 他还出了一部专辑 虽然当时的他面对的是口碑和商业的失败 等待阿姆的却是未来比朝阳还耀眼的成就 2002年是他生命中大放异彩的年份 这一年他出演了一部为他量身打造的传记性电影《八英里》 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阿姆的自传 一个喜爱说唱的白人 从原来一上台就紧张到后来击败所有黑人对手 从与母亲的矛盾到恋人为了成名与别人劈腿 从失落到日后的成功 电影主角经历的一切便是阿姆的生活过往 他亲身为歌迷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这部电影中阿姆的原唱歌曲《Rose Youself》 荣登奥斯卡最佳原唱奖 他也成为获得奥斯卡殊荣的流行音乐界第一人 这首歌曲则是阿姆成功之路的浓缩版 他见过了帝国的泥潭 所以他才会稳坐高峰 才会帝国日不落 这是音乐软件一位歌迷的评论 艾米纳姆21世纪目前最成功的男歌手 第一位大爆的白人rapper 超过1.72亿唱片销量 事务做格莱美大奖 滚石赞他为Hepop之王 更将其列入史上最伟大的100位艺人之一 当之无愧的嘻哈之王 无数说唱粉丝的信仰 本来有许多介绍给阿姆成就的语言 可当看了这个评论 感觉其他介绍没有必要了 两个原因吧 一是他的歌太多了 还都是英文 不太好写 另一个原因呢 一个拿奖拿到手软的天王巨星 这些夸奖的语言太微不足道了 作为世界级的说唱天王 来自外界的夸赞还不够 他也有一首自吹自擂的歌曲 在这首歌曲中 阿姆用他特有的加特林腔调 唱出了一代天王的狂傲和不羁 逼你勤雄无人可挡 这首歌是他即兴创作的 可思调侃克林顿总统 也捉弄同性恋者 更大肆宣传自己的音乐成就 显然一副教训小学生的强调 他说自己是邪恶的人 死了会被地狱烧成灰烬 他也说自己是不死传奇 死掉后头颅会在街上游荡 但如果因此就以为阿姆 真的是一个狂妄之徒 那就错了 有些人人前是一种表现 而人后又是另一个面目 这一点在阿姆身上尤为明显 当年他的痞子阿姆 到如今大众口里的生生相传的母爷 阿姆用自己的成就和反思 告诉了世人 真正的王者是敢于面对从前的 人到中年 阿姆开始了对往年事情的反思 他可以证实自己并不高贵的灵魂 也可以执念自己是个低微的恶棍 心口如意 这才是阿姆最大的本色 他不仅反思自己 也会反思世界 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有时的他并不像一个说唱歌手 倒像是一个关系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厌恶同性恋的原因 可能是艾滋病在朋友之间传播太密集了 见到朋友染上绝症 阿姆会把这些想写的写到他的歌曲中 他同样也在歌中流露出反战 反对小布什的看法 如果说Luse Youself是阿姆唱的自己的奋斗历程 那么他在别的歌曲里 则是呼吁陷枪以及和平 反对恐怖袭击以及枪支核弹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枪支严重泛滥的国家 几乎每年都会有枪击案 枪击案经常发生在学校 危害的是弱小的孩子 还有无辜的群众 阿姆的这首歌唱出来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政府 热爱和平却热衷于在歌曲中表现暴力 这样的阿姆矛盾吗 并不 其实他本质并不残暴 他的暴力不是人与人的肢体冲突和战争暴力 他是一种幼年时期缺少关爱的感情暴力 但这并不影响阿姆关爱和平 阿姆有自己的信仰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 阿姆也信奉他们口中唠叨不断的上帝 他曾被雷尔教派的领袖雷尔封为荣誉神父 但他却以皈依耶和华 他觉得自己并不关心政治 不过他的歌曲出卖了他 确实在一些方面 他嘲讽过美国的政治现象 面对现实 阿姆还会义愤填膺表达不满 在超级晚的中场秀环节 用单膝下跪动作表达对黑人运动的致敬 即便官方和很多人都希望他不要这样做 官方不让做的事情 母爷就会乖乖听话吗 简直可笑 作为一个音乐人 阿姆连格莱美都可以不上 他压根不在乎这些说三道四 如果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目空一切 什么都不在乎的混蛋 那你又错了 他有自己最真爱的事情 那就是他心中的天使 阿姆的女儿 这才是阿姆的毕生所爱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 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好父亲 他在歌词中写道 有时候觉得世界快要毁灭 可是他回到了我身边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 他是真心的关爱孩子的 不像孩子有他那样的童年 17岁被迫辍学的他 女儿比他强多了 海莉以优异的成绩高考毕业 且气质优雅挺挺欲力 对于一位老父亲来说 还有什么能比看到女儿健康成长 更开心更幸福呢 出身并不高贵 也没有正常人的幸福童年的阿姆 一个身处泥潭的年轻人 并没有苟延残喘于自己所处的环境 挣扎多年 纵情燃烧 忠诚一带天王 再低微的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而能把天赋变成日后功绩 才是真正的英雄 献给所有在生命中苦苦挣扎的人 希望你们用硬核的精神 来面对坦荡的人生 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别忘了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